你别动 别动 其实我是很能理解 金金不愿意跟我们回去的 毕竟金川总是没有单纯自在 我在季川总统里藏玩这个 我可厉害了 从来没吃过 你很想家吗 当然了 那等我们约定到期 你回去有什么打算 可能会嫁人 像我爹娘一样过日子 那个人会做好多好吃的 遇到困难呢 我们会互帮互助 然后 互相商量 永远不会丢下对方 希望那是一个 永远不会丢下对方 我喜欢 也喜欢我的人 你好 你只有一个人 我说明天 你还不准备了 像你很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少主 此番来我丹川的任务圆满结束了 今日姑特地设了剑行宴 为各位送行 多谢川主 在下近几日走访丹川查看水温 总结了防洪八册 希望对丹川有所帮助 以本地愚民为观测主力 以民访许 确喜妙访 至红不若防洪 丹川如有所需 新川亦不容辞 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 开宴吧 这个这个 五少主 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 但姑仍希望 五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自举 与舍妹合婚期间胆敢纳妾 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 此后不能忍道 丹川主 您放心吧 这五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 就让他回丹川来当追讯 那就要看五少主的表现了 好好表现 一定好好表现 各位一路平安 丹川主 对对对 这边睡 睡的那边 你都拿上 我把他放 来来我先睡 睡点 再睡点 走 一二走 哎 又何用 有劳各位 您别请个贤回吧 少不过天晚上我照 照顾 苏总管 有岁份的 这段小时就不劳烦您了吧 对 对 那扶我一把子 走 那是这么的 好 来 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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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咱们就回去了 不行今天晚上啊 咱俩就 将就一下呗 你睡桌子 不是 上官 我睡地上行不行啊 桌子小啊 翻身容易掉啊 不要翻身 上官 怎么起来了 快躺下 一杯酒啊 就一杯 就醉成这个样子了 海菲的成能 完全喝不了酒 还硬着头皮喝 你是不是讨厌我 没有啊 没有啊 奉旨成婚 完全没有感情 根本就不喜欢你 全都是你自己 跟单传主说 哦 这不是一 这不是一开始吗 我们一开始确实是 被迫成婚的呀 那现在呢 你自己说的 让我 是 既是安分一些 等你开府 就把我送回家 你就是我冬家 我就是你伙计 哪有伙计喜欢冬家的呀 你还是讨厌我 我从来都不讨厌你 不讨厌的话 可否有那么一点 一点点喜欢 我 我 我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你 没有什么都不讨厌 不讨厌好 愿意 我们就 ones 要是 香港人 抨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休息得如何 你 昨晚喝多了 不记得了 记得 记得 是 我这人确实酒量不行 但酒品还可以 昨天晚上 伍哥和苏珊把我抬回来之后 就睡着了 没了 没了 还能有什么 好了 我洗漱了 你出去 你 你洗你的 不妨碍 你妨碍到我了 跟我出去 不是 怎么了 我干什么呀 你 他到底亲没亲我呀 难道真是我在做梦 他肯定亲了 我觉得是你在做梦 怎么可能是做梦 谢谢我的记得一清二楚的 不可能是做梦 你也喝酒了吧 你怎么肯定 他就是亲了 他肯定没亲 他亲了 他没有 就是亲了 肯定没有 就是亲了 不可能亲 他明明就是亲我了 快让我没证据呀 静静 我问你个事情啊 算不问了 你问 我有个妹妹 她有一个很尊重的东家 但是 她最近发现那个东家 看她的眼神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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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蜜蜂蜂蜂蜂蜂 最重要的是 是她梦到 那个东家 对她不过于你 你梦到尹征对你不过于你 我妹妹 不是我 行 那你 妹妹 如果只是做梦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好像又不是梦 尹征真的对你不过于啊 不是 我是我妹妹 我们先忘记妹妹 不能忘记妹妹 好 那我问啊 你妹妹是不是不愿意 如果你妹妹不愿意 那个人还强行不轨 那我就替你好好教训教训的 放下 放下 别激动了 最可怕的是 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愿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请你妹妹 好好想清楚 她对这个东家 是什么感情呢 我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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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却致新川酷银暂空 又恰逢金川催还借款 新川陷于两难 朱爱卿有何见解啊 金川如今要我川归还欠款 那便是有意为难 我们绝不能屈服 他们如此步步紧逼 那就打 司君大人好大的口气 主上辛苦维系的太平盛世 竟被你一句话就泯灭了 哦 四少主的意思 是要归还欠款吗 护政司已经把钱给了丹川修路 总不能要回来吧 金川明知道丹川出事 他们自私自利 不失以元首也就罢了 在这个结构眼还逼我川还款 如此恶意为之 难道不应该还以颜色吗 司君大人慎言 我川答应金川的还款日 确实要到了 就算金川有恶意 但传出去也最多是不顾情面 我川何来理由发兵啊 没错 我川治理天下 以礼义服众 绝非仗势其人 对 哪个川有难 新川必然相邦 酷炎周转义不容辞 可金川那贪婪的主啊 把老金库看得死紧 又从不帮扶他川 受新川恩惠的时候 倒是会抢第一 如此尚不整治 诸位 我倒想听听各位有什么高见 难道还有哪个私有本事 把钱花回不成 我川一向重心 既然已经答应了金川 哪怕只是归还一部分 也应该尽力 李长主 主上 依儿臣于鉴 要短期内筹缩银钱 为急征赴税意图 但又恐累积百姓 儿臣不敢决断 还请主上给以时日 儿臣定然想出法子 为主上奋勇 准了 退朝 退朝 公诉主上 要在短期内应付金川 又不能向百姓伸手 这办法可不好想啊 娄三 你与金川主有亲 又素来在外行商 可有什么法子呀 我 那点产业 还不够人金川四家份呢 再说这什么亲戚都触服了 人家金川主记不记得 还不一定呢 那个我夫人在家等我 我先行一步啊 二哥 死定 这可强头草 若此次金川 不是来与我们为难 是来结交的 他恐怕早就冲出去 跟人家盘心起来 他呀 是觉得这个事情棘手 不想沾边吧 二哥 我收到消息 老六已经解决了丹川的事 咱们得尽快想出对策 否则我怕 你的意思是说 他一个输出的 还没有受到重用的野小子 也配做我的对手 他当然不配 可是他近来 一直在父亲面前 刻意表现自己 不知俺的什么心 这 咱总得提防他冒头啊 来 到喽 哎呀 哎 来来来 上官 哎呀 哎呀 哎 哎呀 哎呀 那刘阿 没想到年有新年啊 哈哈哈哈 意思不意思吧 哎 上官 等等我呀 乖 周少主 代先生邀请 先生匆忙寻我 可有急事 经传主催脚借贷 然而税盈都拨给了单传正红 眼下库房空虚 暂时无力偿还 可若不偿还经传债务 恐有算我穿信仰 主上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猜多 主上是不想给名声家父啊 百姓不义 自然不能再盘算他们的家了 我记得先生曾经说过 先主时期曾有一笔坏账 这外员来到都城 包括地方 宴庆 都是从富城市拿钱 却从未还过 但那都是一些陈年烂账 几朝下来 也无人成功地所会牵引啊 你是想试试 但此事必须要承报给主上 要想承报 就得想好万全的法则 先说放心 来 来 把冰器放在我房间 不是 上官 上官 听我说 听我说 你慢点 等一下 我想了想啊 我觉得你房间都放满了 不行了 你这些东西 你放我书房吧 你愿意把书房让给我啊 你看你说的 我当然愿意了 我的就是你的 再说了 这房间我平时我也不用 你就放里呗 放书房 对对对 来来来 这边这边这边 就像我一样 嗯 这就是我设计的 像不像是孔雀开平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除了要好看 它一定要实用 你说你以后再想拿冰箱 你不用在箱子里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你在这儿 一共了然哪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不要 你 测夫人这是 怎么了呀 那好像从单转回来就不大正常 测夫人 时辰差不多了 我们去用午膳吧 吃饭 我不能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 我 我不吃了 那怎么行的 少主第一天回宫就去忙了 好不容易趁着午膳时间 您可以跟他碰面 您得去 嗯 突然肚子疼 去不了了 去不了 肚子疼 肚子疼 您得去 您快醒来吧 我真的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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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 测夫人 少主请您过去一趟 下个月宫里会生是非 得小心一些 如果有请脱的人找到你 最好不要见 离哥们能收 少主找我 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呀 不然呢 少主 是为了处理护政司的事 怕有小人钻空子 所以想防患于未然 下个月 要问不少人要债呢 我 从丹春回来 你好像一直躲着我 从丹春回来 从丹春回来 穷啊 李温 我若是做了什么 让你不痛快的 请直接告诉我 没有 没有 少主想多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给六少主六册夫人请安 何夫人打发小人来瞧瞧 宋姑娘可是身体有恙 为何多日 为去静河殿问安 请死终成华发 郑哥哥离开我的时候 还是夏天 现如今 都已是秋天了 久闻前 我的 这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呀 宋姑娘 宋姑娘 烧猪回来了 命我把您放出来 一个月了 郑哥哥终于想去我了 他心里总归还是记挂我的 我要去见他 宋姑娘 稳住些 现在侧夫人 正在被少主用晒 你缺了多尴尬呀 老苏 你就缺了一套单穿 你就被那个女人收买了 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 侧夫人人真挺好的 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 少主累了 你了 你这个字 写得比我倒要好些 妾本身就是少主的人 偶得少主半分神韵 也是妾侥幸得知 少主的书道 连主上都赞不绝口 只要放松 就会写得极好的 少主幽思 少主幽思 是因为金川的事吗 你一个女人家 竟也知道外头的事 妾只是听旁人说起 怕少主幽思 这才想给少主解忧 也没有怪你 也只是警醒你 以前方如 就喜欢插手外头的事 锋芒太陆 不知进退 全部匹配 敌长主夫人之位 妾知道了 妾以后所思所想所说 都会在少主准许的范围之内的 是 其实让你知道也没什么 我已经有主意了 你知道金川 就缺什么 金川和新川一样 都没有碳框 只能依附于戴川 方如的父亲 是戴川最有名的框种 只要她搭远输送石炭给金川 就能抵了新川的欠款 少主是想用夫人母家的财产吗 夫人和赵家 是不会同意的 她连人都是我的 她母家那点东西算得了什么 只要他们赵家 继续想和我们新川 做碳框的生意 就不会多说什么 至多是 心里不舒服 我就让老四去游说 她惯会做安抚人情的 少主应鸣 明日早朝 少主应尽早向主上笔报此事 主上若知晓少主为此事彻夜难眠 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是了 只要我物证尽心 父亲就不会听那些数字 说什么高歉了 你怎么啦 心不在焉的 我没事儿 终时不知道 该怎么和东家相处 你又得罪六少主了 不是 是六少主 对她图谋不轨 对她图谋不轨 不行不行 既然她都忘了 我也忘了才行 石少主关于倩盈的这则文章 下官上次已经说过 有些歉途 如今可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 我没啥想法 要我您的酒构 我我我更没有 不如问问七哥 六少主 可有什么想法呀 诶 戴先生 你他们都问了 怎么不问我呢 行啊 那我们来听听 五少主的想法 好 关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应该是没什么想法 六少主 你说 我说 学生捉见 新川法度有债必偿 若实在无力偿还 可分批次付还 但无论他川态度如何 我川都不应在债务上拒还 外债无法及时收回 或可在内债中筹谋 这终究要是以九川为先 以和委会方式大传方法 好啊 想法不错 尚需完善 好 主上 六少主的想法和主上 如出一辙呀 可后啊 让老六单独来见顾 是 你两个叫 Леo 你和老爷爷 你去吧 我说一些这些 老爷爷 不是 赶紧 我说 他们 各自赢 那些赢 都是赢 我不赢 点钱 你不赢 不是 不赢 我 你去 谢父亲惊醒 儿臣不会自以为是 并会请有经验的兄长 匆忙协助 好 此事若成啊 便由你去金川归还欠款 说服金川柱 接受投款 再分批归还 不过此事 不宜大草惊蛇 误让其他穿的人知道 各种曲折 明白 儿臣 还有个建议 这除了讨回外战 我认为宫内也需节制用度 以身作则 以少主宫院为先 传姑的旨意 星川宫上下皆做表率 从明日起 都不得增添用度 对了 尤其要跟老三言明 速入罪铺张浪费的 就是他 是 父亲下令节省开支 尤其对我位已重任 嘱咐我千万不要铺张浪费 我虽然在宫外有很多钱 可我却要坚决杜绝奢靡之风 绝对不能输给其他兄弟 冠冕堂皇 明明是星川主不允许他把外套的钱带进来 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你们身为我的内院夫人 一定要严守规章 认真履行 侍奉我的职责 让我放心 就是让星川宽心 让天下安心 我怎么感觉 他要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 从此刻开始 你们的月钱 没了 我的母亲是金川人 我也就是半个金川人 所以我更应该拿出 金川人永征上游的气势 其他兄弟省一份钱 我就要省十本 从今日起 我要将每个月的月钱 都交给内务厅 我们以后每月只花五十两银子 怎么还没批死他 画好了吗 翠回来迟了 今天下学之后耽搁了一会儿 回来晚了就别吃了 今日主上 将归还金川欠款的任务 交给他老六 是谁跟我说 主上定会满意我的法子 其不敢妄议朝政 是少主说 夫人的母家可以帮着把金川 还敢顶嘴了是不是 其不敢 我说过 在这个府上 所有人都要以我为主 主子说的对是对 错也是对 你们要想在这府上 还有一席之地 就都给我记清楚了 此事和我母家有何关系啊 也没什么 本来就是想用你母家的矿 凭了欠金川的欠款 后来主上 不想让戴川卷然住其中 也就算了 可是 少主 这么大的事 难道 你不觉得需要和我分说明白吗 这有什么可说的 这事情又没常跟你说什么 你呀 管好府上的事吧 我们 Gesicht 这有更多 全 animal 教学 主 沿袭拆花便合用一份 先将自己心中花的样子 画下来吧 我好饿呀 我也饿了 没吃早饭吗 我也没有吃 怎么了 你家活饰也不行了 还不都是薛简开支闹的 现在各家小院都是自己开造 赵芳如是带穿人 喜欢吃的东西又臭又辣的 我那个房间里一大早上起来 又是臭豆腐又是螺蛳粉 那味儿 就跟茅房似的 螺蛳粉臭豆腐 我没吃过哎 你想吃 你想吃的话 那我去给你弄来 谢谢豪小姐姐 从周芳如那儿偷的 赶紧吃吧 虎兴啊 你真是个大好人 我来这里 果然臭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啊 多吃点 谢谢 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 上次你跟我说除了螺蛳粉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好吃来着 臭豆腐 臭肉 那我也想吃 下次给你带 不是你闻 味道就是从这个方向飘过来的 慢点吃别烫着 小梯子 竟然敢偷我的东西 走 货食不错吧 我还行 起来起来 快起来 起来起来 浩江 你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给予我的东西 夫人 对不起 二少夫人 是我贪吃 我让郝家去偷的 我憋她的 不管她的事 不不不 确实是我偷拿的 您不要怪罪李渭 要罚就罚我吧 少跟我在这儿言简没情深了 我不吃这套 怎么 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站着 还不赶紧给我 吃完了 一不留神就 你当真爱吃 爱吃 听闻 夫人 是带穿的 家中有许多带穿的特色 又听说是螺蛳粉 闻着潮 这这可香了 我欣赏胆念 就 对不起 夫人 嫌少有人 会欣赏这等家贫 就你 也配吃我爱吃的东西 行吧 我看 这次姑且就饶了你们 先起来吧 不过如果下次再翻的话 可就家规处置了 走吧 好 鸡腿 指甲破坏 还有更惊喜的 你看 对 盛官 你就放心大胆地吃 吃完你就正常练股 再也不用避古挨饿了 这 有我呢 这从哪儿来的 这都不重要 就当点东西 你尝这个鸡腿 这鸡腿特别香 你尝一口 干嘛去 干嘛去 你尝尝鸡腿 我都没找他吃 你先吃一口 你先尝尝 可可吃了香 你一会儿凉了 哎呀 你怎么把你的文房四宝书卷 字画全都给当了 就算月银减少了 那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 不是 你这些东西 平时我也不怎么用啊 你放着都落灰了 拿着换点钱嘛 不然你吃啥呢 对不对 尝尝好吃了 饶香了 你尝一下 哎呀干嘛去 哎呀 哎呀 凉了 这 你这 我宝贝呢 宝贝 你把我宝贝也给我当了 我这不是怕你饿着吗 坐了坐了 我回头想个爸爸 我给他赎回来 我赎回来好不好 别别 赎你个头 别别别别 沉夫人竟然还有这样厉害的东西 是啊 种菜真是刻在继承人骨子里了吧 来 来 来 一杯 你的狗 跑到我院子里偷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说我没有管好它 一句对不起就没了 那你想要怎么样吗 你的伙食费 换我一半 一半 那不行 我都没多少 我还得养它呢 要不这菜种出来 我分你一半 你这菜都是菜苗 等到能吃 金川的钱都快上了吧 这你又不懂 这颜苗菜长出只需要七日 破性长出也就几日 还有那个小白菜长出也就面日 多食肥它不会长得更吧 七成 乘雨脚 走 我以后就不要 河夫人 你怎生这玩意让着它呀 我哄它呢 这少吵一架是一架嘛 况且泰克城里的小姑娘 哪知道这菜地里 能重复多少啊 我给它三成还是七成 它都不知道 好 聪明吧 好 乖夫 郑哥哥我跟你说 里面有一个菜地 少主 我弄的菜地 这可是微微公里规致的呀 这菜地若是被发现 我们全都得跟着遭殃 你都拿我东西了 怎么还打小报告呢 我可没有给你同流合污啊 此事是我准许的 若内部厅觉得不合适 让他们来找我了 郑哥哥 你怎么这么纵他 这也并非坏事 还可以改善生活呢 颖昌 你偏心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两个人就是喝起火来欺负人 你们去大船的时候吃香喝辣油沙玩水 把我一个人关在小微屋里边关禁闭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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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武 别跟着我 不然我再也不回来了 小孩子耍脾气 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我一会儿再过去看看他吧 你 不躲着我了 我忘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 不伤我气就好 我 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 まあ 兽主 还在为药账的事情發生 是啊 这药寨可是个得罪人的事 我们家以前 问别人借过钱 也借钱给别人过 有些人呢 就是脸皮红 不肯还钱 特别是那些沉您就账 要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除非 你比别人更无耻 更狠心 更懂水墨功夫 这才有可能要到 你的意思是 对方赖账 你就要比他更无赖 面子厚 不读书 行起是来变相师投债的 这倒也有人选 三少主 但请动他可不严 对方 得把他逼到头才行 可否请你帮我个忙 我 来 吃饭吧 好 好 好 我 你们怎么来了 给你们个惊喜呀 哪来这么多好吃的 我们这是要煮工业厨房里要的吃的 姐妹们 你们受苦了 是啊 走走走走 等一下 什么厨房 最近节省开吃 工业给定的分力都是有数的呀 你们这样的话 这把这个月的预料都拿光了呀 拿光就拿光呗 姐妹们难得进宫 不得多吃点啊 就是啊 姐妹们吃得开心才是正经上 对 姐妹们 为了把我们的团体有这样厨房 烤一只羊给大家吃炒鞋了 烤你是羊啊 我们把能烤的都给他烤了 好 那我们再看五湖酒 好 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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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怕是把厨房的肉都给搬空了呀 你把月银上交了 宫外的钱又带不进来 这样下去 怕是连三天都熬不过了 小主 小主 你挺住 不行不行不行 到我们之前 想把这赚钱文石给建成了 对 一条解决 对 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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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住 挺住 三小主 我请用茶 这金川倩言一事啊 实在与新川关系这么大 可不容缓啊 我这回来找六弟呢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若你有二人联手 定能一击之手 为新川分涌 好 三格尔聪慕明 想必也知道我保持父亲的计划了 计划 这是各部官员欠护证司的债子 以及他们的身家净状特质系列 都在部中 要债 没错 这个我擅长 这个我擅长 直许成功 不许失败 来 咱们的请 六弟请 开门 大家快来看呀 新川你一直坚持浪江湖军 他千千不坏呀 千百一一万三千八百两十年不坏 五十七七号 这都知道你们杨家有钱 索欠银两也不多 不如咱们就把钱还了 你也不打听打听 小爷我是谁 就连你们第一张主见了我 都得礼账三分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再说了 祖父当年欠下的旧账 凭什么我来还 对了 祖父呢 前年他过身了 你找他要去 钱呢 我是一文钱都不还 你打我呀 谢谢杨老板 祝您得偿所愿 生意成功啊 哈 真烧主啊 我们家老爷就是做了点小生意啊 根本就还不上大年强'我镜死的钱呢 你要是烦我拆你 你不够太贵手吗 姐 走着 三少主 三少主 别别别别 三少主 我还钱还不行吗 不要 这就够了 三少主 他死我也还钱 这么大岁 有钱养小姑娘 还能没钱还 身子都不错 这是你父亲的先天 应该在十三年又六个月零七天前 就换上 足足三万五千两百亿 没有了 刚才好像拿错了 这张是你 你应该在十三年 又没有了 你既然这么喜欢吃呢 我这还有 满用 不是 没有差错 您这是妥妥的味草 还伪造了这么多 这可不是我父亲的手机啊 那不成 只能上工厂 看看他们是信你 还是信你 少主 这钱那是我父亲欠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看这不年不节的 你行这么大礼 你 你得 我 给孩子 别跟我客气 你父亲借钱 可是为了你取亲资产 而且你店内流水 我已经看过了 每个月足足有五万两百亿 区区三万五千两 为何还不上 你 警了别想 你家三代证 我都已经看清楚 不然也不会当你的门当 大富大贵 老六啊 从前我确实不太喜欢你 现在看来 你还有点本事 薄宇三哥 彼此彼此 来 吃点东西再看吧 多谢 少主 这次好像真的很用心 若能解决此事立下功能 明年开春 我便可以开府上朝 真的 那我岂不是到时候就能回去了 来 讨债的事情怎么样了 多亏你 让姐姐姑娘 尽功闹了一番 要不然很难请莫子们 但三少主是舍不得可扣她们的 不然她们早走了 可惜在新川女子难以谋生 如果她们离开了三少主 也只能再加一门了 要是在金川丹川 女子能够自己谋生 也不必一负于其他人 麻烦了 来 对 你都尽不得可扣她 说 不得还不得了 我都д最好吃认它 要赶快 все 让她们也不好 不得了 你说 在季川是亦夫亦妻之党 我在这儿连个正事都没婚到 回去之后 好的人家肯定是要讨论的 在季川为人测试还要被人诟病 在我们那儿 不论男女 但凡有点气性 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爱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 季川有新川的规矩 没关系的 我和我的家人 都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你回去以后若有难处 只关写信给我 只要你肯开口 我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的 我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多谢少主 我吃饱了 少主 你多吃点 少主 他也只不吃饱了 少主 也只不吃饱了 少主 快点哄了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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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斗胆问一句 少主是不是不想侧夫人离开 我问你 新春可有心理将侧夫人扶证的 少主英明 这正是留下侧夫人的一个好办法呀 我是希望她能以正式的身份 与我合理 少主啊 您自小就没得到过些什么 便是一个心爱的人 也不为自己争取一下吗 若她心里有我 我定会尽力一事 但现在 我也不想勉强她 如果能以正式的身份与我合理的话 至少回到姬川 她能好获一下 先主时 十三少主曾改立过侧夫人 内务厅尤宰 她先让侧夫人在内院书堂 考得头筹 得到资格 开服时便以需要女主人掌势为由 改立侧夫人为夫人的 所以只要我能开服 她又能拿得头筹的话 这事就没了 哎呀 少主啊 您若是将您的心意讲给侧夫人听 一定会打动她的呀 我听了您刚才那番话 都想嫁给您了 何况是旁的女子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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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你这是 为了我能顺利开辅商朝 下一次内院书堂考试 请你考第一 可是神机做不到啊 你是 你真的 是的 这没有商量的余地啊 那 那为了你早日开服商朝 我试着 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功课 开始吧 天下花到高低错了 真哥哥要不再喝点粥 上三下绝 七下终 所以 你 你们干嘛呢 问书 这花插的 谁家插花放葱啊 这蔬菜也算是跟花草同类 也有几分野趣 真哥哥 这也太野了 这你都夸太 如果插葱也算插花的话 那你怎么不干脆把什么 茄子 韭菜 辣椒 全都插进去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这许多蔬菜都是开花的 谢谢松先生 喝八点吧 怎么了 薇薇 没食欲啊 她入冬接客了 六少主 少母拿个第一回去 这不是赶下次上架吗 第一 这六少主平时 不是挺实际的人吗 怎么突然拔苗助长 东家都开口说话 这苗我是拔也得拔 不拔也得拔 不过这样也好 帮了她 可以早些离开 你要离开啊 去哪儿 离开这个书院呢 我就想拿着第一 可以不用田田来学堂了 要不我们一起 给你补习下课文功课吧 这恐怕是来不及了 眼下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叫白卷 弃考 这样不就好了 好方法 好方法 不行啊 这样 叫白卷你们怎么办啊 我们巴不得考倒数第一呢 好让内务府计老三 一个较内不严 就是 我们凭什么给那个死老三张脸 我倒数第一 你就倒数第二吧 我猜都是第一 好吧 别急 不论实力 我猜倒数第一 都别跟我抢 没人给你抢 让我讲 也有可能是我 我我卷子都写不完 嗯 确实 嗯 我有粉色的 你要粉色 你这边吧 这个真好吃 这边 谢谢 三下五 去二 四下五 去一 五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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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一 净一 这个五上五净一 五 净一 六 六 六上一 这算出科也太难了 刚学看账本 这算本怎么用都用不坏 你们老家不用注算吗 老家那些账 金算就行了 这个 我尝我尽一 三上一 来 你打一个 我看看 六上一 这个 六上一 六上一 净一 七上二 你真厉害 什么都会 确 确实是个算法 没什么 才不是呢 你在我心中最厉害 那少主既然这么聪明 这剩下的题目 你也帮我看看吧 行 我看看 是 休想着好话换我 欲不清 言不误 心深的情缩 从前他很愿意中的 你不懂 男人就是善变 以前我不懂 现在明白了 爱情会让一个人有变化 你俩挺懂啊 你我心若笑之 又何须再躲避处 万千似水无知归途 情深密处 心底无旁骛 为缘而人一心三三四季共渡 老师 好 好 先竹师期的一寨 你们兄弟俩 倒是解决得很是不错 儿臣幸不辱命 此次追回的债务比预期的还要多 足以归还金川四成千块 既如此 你二人同去一趟金川 说服金川主接受分批还款 父亲准我出宫了 老三啊 这可是差事 不是外出也有 儿子明白 这一千块呢 顾会先派侍卫送往金川 让九川明白 我新川已归还钱款 绝不失言 你二人便轻壮践行 押后再走 不得令人注目 是 是 厕副人真是厉害 说是只去几日就能长成 还真要收获了这么多 是啊 这下咱吃饭的问题 一下就解决一大半了 对啊 好了好了 好 这个给好家姐姐拿去 这个就给上官 这个给思思 这个给海棠姐她们吧 这个给宋母 之前说好了给她记上 记得告诉她 说收成不好 就请她呀 走 这小贝可真是个人才啊 这种的菜 比内务厅发的还好吃 要不然说呢 关键时刻还是得姐妹靠谱 那个死老三 就知道顾着自己的面子 根本就不管我们死活 就是啊 就是啊 可真棒 三上谷回来了 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我们不饿 你吃 不要这样 这样我会心疼的 没关系 少主您吃吧 不用管我们 看这饿的都打嗝了 你们真的是受苦啊 原来我还想过 你们是不是为了钱 才跟着我 没想到 如今这般落寞 你们不仅不离不弃 还把这菜都给我吃 双将 狗屋日子快到头了 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这次追讨欠款 我立下汉马功劳 父亲已经准我出宫回府了 过几日 我要去到金川 大家就在家等我 带我回来 我们一家人就又能团聚了 所以 那三少主是要走了吗 对 不要太想我 我会尽快回来的 我这还没走呢 就这么想我 来 吃饭 吃饭 海棠 来 吃 你菜园子众出的破讯 按照你说的法子做的 你菜园子众出的破讯 什么字 你这字写得连行都没有 还不如小十一写 这种结构写得不好 好 刘嘉烈 本来课业就不少 你还给我加烈 我知道我就丑 行了吧 也不是丑 是 还 还挺可爱的 至少比五个写得好 那要是想比 五少主写得还丑 也是不容易的 好 之前说你是只猫 现在真成花猫 好 我给你擦点 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干什么 你就是故意的 我可是六少主 你不能再好 你哥哥就是故意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过来 我没有故意的 你过来 我没有故意的 你过来 你过来 第二次 是 不小心 就好 好